琳琅滿目的商品看起來就像是一般大賣場 不過這家購物中心裡賣的商品不太一樣 這是位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一家賣場 商品都是無人認領行李內的物品 因為售價為原價的三到八折不等 所以吸引很多顧客特地錢來光顧 無人認領行李是指在九十天或更長時間內 無人認領的行李 通常遺失行李有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五的 機率能找回 但美國交通部統計 每年有兩百萬個行李無法找回 這些行李就流向這家賣場 無人認領行李中心是在一九七零年 由歐文斯夫婦創辦 當時一位在巴士公司任職的朋友 問他是否有興趣購買乘客遺留下的物品 因緣際會下成立這個購物中心 四年後歐文斯開始向航空公司收購無人認領的物品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二零一六年歐文斯過世時 這個購物中心面積已經達到四萬平方英尺 每年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的遊客到此尋寶 根據統計 歐洲是搞丟行李最多的地區 平均每一千名旅客就有七點二九件行李遺師 英國有四家大型拍賣行每週會公開拍賣 在機場存放超過一百天的行李 不過這些行李都會上鎖 所以只能靠外觀來猜內容物 能買到什麼東西全開運氣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